各位朋友大家好 人人都想健康长寿 什么是最容易达到这个目的? 自古以来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问题烦恼的 我们在西方的学术里面 有一个研究可以给大家一个参考 因为在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在2018年的4月30日 发表了一个报告 它在这个研究报告 刊登在医学的期刊Circulation 研究人员开始的时候 分析了123,000名 介乎30-75岁的成年人的资料 跟进的时间有30年长 是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以及采取不健康生活方式的人 将他们的健康 和寿命作为一个比较 得出一个结论 研究人员就说 5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 是可以令他们健康长寿 哪5种呢? 第一就是健康的善食 多吃水果、蔬菜、坚果、不饱和脂肪酸 和小食红肉加工食品 汽水和其他糖分含量高的饮品 反式脂肪和盐 这是他们的健康饮食 第二呢 不吃烟 第三呢 时常运动 每日最少30分钟中度 或者劇烈运动的断练 第四呢 适量饮酒 女性每日0.5-2份含酒精的饮品 男性就是0.5-3份的饮品 第五点就是不可以超重或者肥胖 是身体的体重指标 或者叫做BMI 就是你的Body Mass Index 是介乎18.5-24.9 这个就是正常 研究的结果显示 很少人 低个2%的人 是采取以上的五种健康方式 女性是1.3% 而男性高一点 就是1.7% 他在这个研究期间 总共有42,167人死亡 其中13,953是癌症死 而另外的 10,689是死于心脏和血管疾病的 所以那个研究结果就显示了 他说每一种的生活方式都能够减低死亡的风险 特别是癌症和心脏血管疾病方面 第2点就是采取全部五种健康生活方式 和完全没有彩组的 健康方式人比较 他们的死亡率 是减低了74% 因癌症而死亡的风险 减低65% 因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 更加高 减低82% 所以研究人员就推算了 如果你能够采取五种这个健康生活方式的话 第1 死亡个案减少61% 第2 因癌症死亡个案减少52% 第3 因心脏及血管疾病死亡个案减少72% 所以研究亦说 美国普罗大众能够采取五种这个健康生活方式 和完全没有采取这个健康方式的人比较 在50岁的时候 他们的平均寿命 会大幅延长 女性增加14年 男性增加12.2年 这份研究报告再之证实了 健康生活方式的好处 不过 好是好 知意行难 所以很少人能够全部跟着 但是对于没有采取这些健康生活方式的人来说 你可以尝试一下 逐小逐小改 一下子改完就真的不行了 你先改一两样 改了之后再慢慢跟进 你的健康就会慢慢 越来越进步 再延起行 大家知道这个方式之后 不要懒了 今天就开始了 多谢你收听 再见 再见